湾區 野火煙霧觸發空氣質量預警 湾區空氣質量管理局宣布 由於野火煙霧針對星期三發布空氣質量警告 KRON4電視台引述空氣質量局新聞稿表示 湾區將受到Humbles & Trinity院 Six Fivers閃電綜合火災煙霧的影響 雖然預計污染水平不會超過國家24小時標準 但是個別地區的空氣 污染水平可能會升高 據聞可能會在某些地區聞到煙味 天空可能會朦朧有煙 如果在空氣裡聞到明顯的煙味 應該採取以下的措施 一、盡量留在室內關閉門窗 二、在室內和車內空調設置為內循環 防止外部空氣進入 空氣局將繼續監測整個地區的空氣質量 以瞭解野火煙霧的影響 由於本州的極端高溫 灣區的大部分地區也處於高溫警告之中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下衛星的 소리 降溫時